斗罗最新预告超然来袭 海神三叉戟被天使之神夺取 唐三初次施展大须弥锤奥义技能炸环 在斗罗最新251级的预告中 成神的千刃雪悄然降临星斗大森林 随后千刃雪也是向唐三抛出橄榄枝 如果两人联手统一大陆将指日可待 等统一大陆的那天唐三即是大陆的蓝号王 与千刃雪平起平坐的蓝号王 当然唐三作为主角自然有着自己的特性 胃口好坚决不吃软饭就是他的优势 不是千刃雪的对手 这也是唐三第一次如此狼狈落败 在双方一番交手后连海神三叉戟 都一同被千刃雪夺了过去 失去了海神三叉戟这件神器 唐三只好调转方向顿入了星斗大森林 此时有着蓝莹领域与蓝莹草的掩护 天使之神也无法觉察到唐三的具体方位 但是自己一旦离开星斗大森林的范围 失去了星斗大森林蓝莹草的掩护 千刃雪的神念就会立刻锁定自己 自己的飞行速度恐怕远不及天使之神 在此期间唐三已经想好了破局之策 当唐三再度出现在千刃雪面前时 赌王唐三也是再度上线回归 还是那熟悉的经典演员一柱香 唐三提出赌约双方都不使用神器 只要千刃雪能在一柱香内擒住自己 那么即刻开始自己就向千刃雪臣服 反之如果一柱香内不能擒住唐三 千刃雪就要给对方三天的逃离时间 这个赌约完全是对唐三有利的条件提出的 此时的唐三海神三叉截还在千刃雪手中 自己与其正面战斗必然是毫无胜算 但如果定下赌约双方都不使用神器 唐三便是拉低了自己与千刃雪的差距 自己有着大须弥锤以及奥义技能炸环 凭借这门号天宗神技的加持下 在对方手中坚持一柱香并非不可能 而唐三也是算准了千刃雪的心理活动 以他自身神级强者的骄傲 难道还会惧怕一个人类 最终千刃雪也是答应了这个赌约 到此唐三的目的已经达到 唐三要做的并不是要在千刃雪手中坚持一柱香 而是要让自己的攻击持续一柱香的时间 此时的唐三已经完全变成了蓝金色 整个星斗大森林所有蓝银草的力量 都在他的调动下凝聚并攻向千刃雪 在他身上的九个魂环已经有一个破碎 化为点点蓝金色的光芒消失在空气之中 这便是大须弥锤奥义技能炸环 不同于唐浩与浩天宗先辈的事 唐三居然将其用在蓝银草五魂之上 随着蓝银草浑环的不断炸开 几次与唐三碰撞的千刃雪也是发现 此时的唐三已经达到了神级的程度 这便是唐三敢与天使神打赌的底牌之一 对此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欢迎评论区留言